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老胡 我现在在波恩斯内克镇免费营地 这个营地还有室内运动馆 这就是波恩斯内克精神广场 这就是洗手间 晚上十点关门 早上几点开门不太清楚 自动关门自动开门 这里有一个旅游服务中心 昨天星期六开门了 昨天我一进城的时候一个旅游中心 星期六星期天不开门 这里有个二通路园 休息的小厅子 这个地方是室外健身器材 这是全原木打造的小厅子 这里有一个大门 这里有个抽烟小屋 这个是沙滩排球场 旁边就是网球场 有两个场地 这里有一处喷水公园 夏天小孩最喜欢来这里玩了 昨天我到湖里游个泳 湖水不是很干净 我来这里也冲了一下 享受了儿童的乐趣 这就是饮水设备 喜欢划船呢 也可以把船拖到这里 从这里下湖 这就是波恩斯内克湖 也可以在这里租滑艇 单人的 双人的 13块钱一个小时 我转了一圈又来到儿童乐园这个地方来了 儿童乐园旁边呢 就是个小沙滩 可以在这游泳 我昨天就在这里游泳了 这个湖水呢 摸到表面还是挺温乎的 但一下子底下呢就是凉的 这里还有个滑梯 这小孩直接可以从这里滑到水里去 在这游泳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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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水的颜色不是绿的 而是古董色的 可能这个湖水流动性不好 里面的海潮比较多 我们是第一次享受免费的民地 但没有电 有洗手间 有活动场地 还有沿用的水 也排污的 这就很不错了 这个场地虽然不大 但已经停下了四级步这个房车 大家一起来看看这周围的房车 用四级步 外面还有个湖 有个沙滩 可以游泳 停车限制72小时 有火盆 要用垃圾桶 使用水 是在排污的地方 这个狗必须要酸住 这是要贵地 详细的地址 看完我的视频就知道了 大家看看旁边的运动场 这是一个滑板场地 旁边就是免费的营地 这里往下还是比较安静的 这里也有个旅游中心 拍着梅 大家看了我的视频以后有什么感想 这公园是不是很好啊 而且有免费的营地 设施还是比较全的 详细地址我会打到屏幕上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